我在成都啊,有好几个网友过去玩QQ的时候认识了,然后到了那个边啊,就接待我,我还祖团接待,一个群都来,然后就在公园里边摆那个酒店,那会儿那个,那叫双流的那个兔头刚升起来,是五块钱一个好像是,我操,那他妈要一个辣,我他妈又吃不了那么猴辣的,然后弄得微辣的, 然后那帮女的过来跟我喝酒,我发现坏逼的了,喝不过他们,四川女人喝酒,比他们东北的女的呢,那真能喝东北的女的,他老瞎咪咋唬,他让你喝,他喝得少,这个四川妞,四川人要不说实在呢,跟你碰了杯,他也干。 山东啊,都说山东人那个,长那个身高马大的,没有普遍性,山东真正好看的,身高普遍特别高的,全都集中在焦东那一片,就是以青岛为主,往周边那么放射一点,你上济南看看去,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, 哎,什么那个那个,那个那个梁山那一片,那那那,个儿也不高,长得,驴股大狼也差不到哪去,走一走,看一看,全知道,不带恶意的啊,因为我眼见为实, 第一口河那边啊,发现了油矿,然后在那边开发,所以人比较杂,潘之花是因为有一个钢厂,各地的技术人员呢,技术工人呢,云集的比较多,所以这两个地方非常的杂。 第一,党次高,一等剧院,二等剧院,都云集在这一片,这一片的人都是哪来的,基本上是南班的,什么叫南班的,来自江南水乡的那边的,过去那些商人呐,喊出的口号是要截就截黄杠,要操就操娘呢,操了谁了,慈离太后老佛爷,操这没有,有机会跟您聊聊这段, 那八大胡同真有吗,有,但是这八大胡同啊,您要是来北京玩,您可千万别坐那三轮,让他拉着您去逛那八大胡同去,为什么,因为那帮骆驼翔的都是来自北京之外的, 郑夏东东,他们来挣三轮挣钱的,所以他们嘴里的话都是瞎话,真正的老北京人都没有几个人能把那八大胡同给说明白,他说,你能信吗, 所以那帮骆驼翔子,不要打理他们,不要给他们这个挣钱的机会,这帮人还宰客,那八大胡同跟哪啊,八大胡同啊,他底是泛泛的一说,北京这八十条卖银的胡同都搂不住, 而且这个北京啊,他这个地院的胡同的名称都是非常有特色的,官和民是要分开的,你像演乐胡同,这是当官的玩的, 你高级干部,你跟他们赶大车的,那么玩一个妓女,那他们叫什么事啊,是吧,那么档次也不一样了, 那为什么叫堂子的,叫堂子的,全是这个老妓院开的里头的, 那八大胡同呢,八大胡同是后来的事儿了,是清朝时期的事儿,清朝时期干嘛把八大胡同开在乾蒙外那边啊, 就是具体的位置就是铁树鞋接到这个朱寿口西这一段,怎么都扎在这儿了, 因为过去的北京城的东城区西城区是不允许汉人支柱的,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, 那八大胡同好在哪儿呢,第一,党次高,一等级院,二等级院都云集在这一片, 这一片的人都是哪儿来的,基本上是南班的,什么叫南班的,来自江南水乡的那边的, 过去那些商人呢,来谈买卖,买卖谈下去了,弄压牛,来来来来来, 让贝勒爷玩玩,这就跟恒大歌舞团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, 还别扯什么万恶的美丁的罗里岛,看看恒大歌舞团比他那好玩,对吧, 那真是职业的,那八大胡同,您能说什么都叫什么,太简单了, 您听听啊,百村胡同,胭脂胡同,韩家谈陕西线, 王寡夫邪街,现在叫王广福邪街, 怎么这七个的地方,这么好看呢,大家闪下就知道了, 大连是军港,这不用说了,吕顺也是,哈尔滨是谁的后花园, 你青岛是德国人的,天津上海这些地方很早就是有租借的地方, 北京就甭说了,这个最好看的都得到这儿来,对吧, 然后这一串样子就拉过来了,广州还用说吗, 广州开放的,说是没开放,其实他跟外界交流的特别的多, 那我们古老的样子什么样啊,去冰马俑看一眼,很难听, 刚才您问了,那八大胡同还有谁啊,多了,我只是, 好多人,他在历史上名气不那么响,所以咱们叫不上来的名, 你看那个康小霸知道吧,京城汉匪康小霸, 康小霸怎么牛逼啊, 二宾打连青岛,天津,北京,上海,广州, 中国就这七个地方,美女非常的多,密度非常的大, 其他的地方,有没有,你老说什么那个江南美女啊, 那个苏杭的美女,你到那儿看看去,皮肤确实是好, 老下雨啊,小鼻子小眼,我指的是五官啊, 没有几个好看的,那八大胡同,北京那八大胡同, 过去有照片啊,你看看,那帮那个男班的, 他会撒娇,会发甲,不像那东北大叉子, 哎,劈开腿,来呀,我擦的,谁擦谁呀, 哎,南方的,他不这样,多多少少,有那么一点, 让北方人感觉,咦,好玩啊, 你看最有名的照片,小凤仙,长得根本小肉包子, 要多寒陈,要多寒陈,但是,也喜欢这口, 四川海拔河部的,金口河那边四千米的大山多了去了, 往那哪儿走,往顺着三江平原,汶川那条路往上走, 哦,操,那他们可真高啊,那可,都海拔三四千米, 那可不,那可不矮,但是我有一,感觉有一奇怪的地方, 凡是住在山上的山民, 我操,那个儿都他们那么矮,都一米三,一米四, 一米五都算高个,而且那穿马, 比他们那人还矮半头,一米二的马都算高的, 但是,真能拉东西啊,好家伙, 因为是搞水电的,所以中国绝大部分的地级市, 我都去过,海拔高的,就像西藏啊, 就那个青海格尔牧什么的,那我都到,那我都回来了, 我不去不了,实在啊,高原反应太厉害, 走了中国这么多地方, 我个人认为啊,中国最能喝酒的地方, 在四川,别扯什么山东,别扯什么那个那个那个内蒙, 我跟他们喝,我尤其东北, 假牛逼都是,真跟他喝, 一口一口的喝,一杯一杯的下, 他们真不行,四川人真牛逼, 大清早上起来就开喝,一天三顿, 东北有没有,有,不是普遍性的, 四川是普遍性的,哎呀,我他妈, 我这不服真不行,后来我才知道, 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酒取出自四川, 我原来不以为这个文军景有什么, 哦,不一样, 四川的妹子,咱说实话啊, 没有想象的那么水灵, 而且四川人啊,不许生气啊, 就说我个人的见解, 因为去过看过,四川整体的人啊, 没有那么好看,漂亮的人还就集中在大城市了, 你包括内疆好看的都不多, 那潘之花就更萌兽了, 潘之花啊,有点杂,哪人都有, 你像那个梅州, 像那个那个金口河那边, 那边我觉得外来人多, 当地人,土著人啊,不好看, 重庆土著人不好看, 重庆土著人长得几乎都跟凤姐一样, 你在重庆看的特漂亮的, 你一问他,他的父辈,爷爷辈, 肯定是东北流亡大学时期留下来的种, 而且还有一些南方的成分, 还有的我都不知道, 都没听说过那个民族, 你想想, 就是咱们每一个人要测的话, 都包括你们汉族人, 我估计也得在七八个以上, 你想想, 这一代又一代, 多少代啊, 你怎么可能保证存庆的血统啊, 要不说这个五族乱华之后, 不可能再有存庆的这个汉族人, 你想那仗都打完了, 稳定下来了, 到了大宋的时候, 大宋初期这人口才多少啊, 应该是在1999年, 那个喝酒的时候啊, 跟人打赌啊, 就测过一次这个基因, 测完了, 当时是花9990, 然后, 哎, 09年, 09年, 我说错了, 09年测的, 当时是花999在网上买的那个, 就有点像做那个测羊的, 在舌头上刮一刮, 然后就给它封闭起来, 再给它寄回去, 两个礼拜之后, 给我寄回来, 那表我们咋回来搬家, 我找不着了, 那个显示我十几个民族的成分, 因为我这个身份证是满人的, 那个东北那边的民族几乎都有了, 包括朝鲜族, 实话实说啊, 没有一丝恶意, 都应该记得, 过来人啊, 都应该记得,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之后, 他们首先学会的是什么, 刷牙, 喝开水, 在这之前, 他们是够刷牙的, 那水都是喝凉水, 第一代农民工, 学会了, 刷牙, 喝开水,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的爷爷, 哪一辈人, 他们过去穿过内裤吗, 内裤是上个世纪, 四十年代, 才开始逐渐的普及的, 到上个世纪, 应该是八十年代, 还有很多乡下人不穿, 为什么, 我当兵的时候, 我就发现过, 我们那儿的新兵, 拉完了, 十网上一提, 你还怎么穿内裤啊, 完了到小汤山洗澡去, 拿那内裤怎么不洗, 我洗了, 就一条啊, 不就就发一条啊, 哎呦我操你大碍的, 我说你们在家不穿吗, 没有, 你在家没穿过这玩意, 在家啊, 擦屁股, 哪像你们成年, 还能用纸, 当然了, 八十年代, 我用的也不是今天的手指, 而是报纸啊, 什么玩意的, 揉吧揉吧, 也就是说, 过去我们擦屁股, 也没用上手指。 感谢观看,